哎 早饭吃剩米饭了啊 咱们随便吃一口吧 啊 早餐吃剩米饭 你今天我真的都没营养啊 你这样吧 一人回答一个问题 咱对的有汉堡吃 好 好 大米是哪儿长出来的 当我甜啊 这谁不知道 一碗饭还有多少粒米 哪里 我可以吃汉堡了 可以吃汉堡了 开心吗 小可爱 那行 这用剩米饭的一种汉堡吃 作为一个这么有才华的老妈 剩米饭也能华丽变身成你们爱吃的 先用一部分剩饭做芝士小饭团 说到饭团 早餐加一片 营养满满的厚切芝士片 1.5倍厚待自己 感觉一整天都能能量满满 先拿一片包个午餐肉做个馅 再包到饭团里 此情此情 我又想到了包月饼 包好的饭团上面再来个芝士帽 一粒厚切芝士片 4毫米厚度 是普通芝士片厚度的1.5倍 口感更加浓郁了 我总是忍不住会干吃一片 全都顶上小帽子的饭团进个烤箱 营养早餐嘛 好戏在后头 这小子不是要吃汉堡吗 还有一部分剩饭做成安格斯米汉堡 真正好吃的安格斯 那牛肉饼必须得手打呀 调味的黑胡椒是比不可少的 再加颗蛋顺一个方向搅到上进 就开始摔打它 用力打个十来次吧 又结束一个解压小妙招 煎就简单了 我这个肉馅有点瘦 所以加点黄油比较香 剩米饭加点海苔碎搅拌匀 再用零食盖子扣个圆 来代替面包胚 然后顺选就是按照海绵宝宝的经典配方 烤好的芝士小饭团 再虚微装饰一下 就是一份满份早餐啦 看着伊丽厚切芝士片的用料 那也是征选新西兰进口干了 奶香纯正 而且有十倍牛奶钙含量 正好解决牛宝不爱喝牛奶的烦恼 还有老规矩啊 回答问题 答不上来的刷碗 好了 啥呀 你今天吃了几个汉堡 不要 你这顿饭吃了多少粒米啊 停 停 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